兄弟們 這個AirPods Pro 出了幾天 我今天就跟大家開箱 我開箱的這一個是會拿來抽獎的 誰以前訂閱過我 和11月底之前訂閱我頻道的朋友 我也會抽獎 這一份是會送給大家的 我現在立刻和你開箱這個 看看裡面有些什麼 其實坊間已經有很多頻道 是說它的規格 這一點也不再多次一舉 我主要想和大家談談 究竟這一個有什麼好有什麼不好 大家用一個很平常心 看看究竟值不值得升級 又或者是值不值得買 其實它這個已經有一個貼紙開 或者先看看 它的包裝其實和以前那一代 好像這個第二代 其實第一代和第二代基本上是沒有分別的 但是這次的包裝很明顯是厚了很多 很明顯是厚了很多 但是平面基本上都是一樣 但是厚一點 厚一點厚了些什麼呢? 先看看 規格是這樣 裏面也有裏面說了包裝了些什麼 裏面 最主要都是 其實是這樣的 這個 我有一些失望的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 之前很多傳聞 就是說有不同顏色 好像有六隻至八隻顏色 其實我最期待就是那個鴨屎綠 鴨屎綠真的沒有見過 所以我很期待 其實我想期待開箱的鴨屎綠 但是它只有白色 這個無線系統 其實我可以告訴你 應該會大賣的 因為這個無線系統 是近這幾年 蘋果出的產品 變化中最大的 譬如說我們數回 MacBook Air 或者iPad iPhone 完全已經是吃老本 但是這個AirPods 由這個款 轉成這個款 其實它的變化很大 其實它的變化很大 這個就是這樣勾一隻耳朵 這個就是入耳式的 馬上看看 其實它的價錢是偏貴的 好像二千元港幣 但是你不要忘記 它是這麼多個蘋果產品之中 一個比較容易入手的產品 如果一些喜歡蘋果產品 而又沒有這個耳筒的話 其實都可以考慮入手 基本上之前那個 包裝差不多了 包裝差不多了 也有些說明書 這些也不用說了 OK 不用介紹 這個最主要就是這個 未開這個之前 也看看裡面跟進了什麼電線 電線很像 先看一下 用USB-C 扔掉了Lightning 這條電線 其實就是說 那個插頭 你需要用USB-C 插在這裡 就是用一個Lightning的插頭 也是無線充電的 如果你說沒有那麼多插頭 USB-C沒有那麼多插頭 你可以用一個無線充電板 這個就有 有些不同大小的耳塞 大中小也有的 不同大小的耳塞 沒有了 開不了 OK 有耳塞 還有電線 現在馬上開箱 它這個折薄位 這個架位 好像是跟以前不同了 以前是亮一點的 現在這個是啞一點的 而且它明顯是大很多 明顯是大很多 厚度差不多 厚度差不多 如果是有些袋子 進入這個 這個就可能要更換 感覺上它不是很聚首 少許 如果跟以前的比較 這個比較 這個比較重一點 很輕微 但是可能掛了耳 其實你也不覺得 而且短很多 都短幾多 其實都短幾多 短一折 這隻呢 初初出的時候 很多人都說是肉酸 但是又不知為何會大賣 現在這隻短這麼多 就看上來認很多 相信也會大賣 因為呢 剛才說過 雖然它是 以耳筒來說 它是偏貴 但是呢 以蘋果產品來說 它也是屬於最便宜的一堆 所以呢 入手會比較容易 它裡面呢 又說有抗燥陰 其實呢 說真的 很久以前呢 有些MP3機 都已經有抗燥陰這個功能 但是以前的抗燥陰 可能它的技術比較差一些 所以很多朋友也都投訴 就是說如果 戴得久的話 其實耳朵感覺到很累 好像有很多音頻 在耳朵附近 是騷擾著自己 其實呢 它的原理呢 會不會跟以前那個差不多呢 可能也是大同小異的 主要來說 都是它接收到外面有些什麼音頻 然後它就發出另外一些音頻去阻擋它 那你的耳朵呢 就聽不到外面的音頻 因為呢 它是跟了一條USB cable的關係 USB-C cable關係 如果你本身是沒有USB-C插頭的話 其實用它的無線充電也可以的 試一試它的無線充電 我先把無線充電板放在這裡 一放上去呢 其實已經是充電 橙燈已經是充電 綠燈亮了 就是叉門的意思 它呢 和這隻第二代呢 都是用H1的chips晶片的 看看究竟 大家的連接 哪個會比較快 我先拿一個電話出來比較一下 當我一齊開的時候 看看哪個會出來 那就是說 哪個連接得快一點 Pro的連接得快一點 再試多次 OK 再試多次 再試 這個位置問題 真的要跑快一點 OK 那就沒辦法了 它這隻呢 就說是防耳汗的 防水防淺水防耳汗的 例如你下雨 那沒問題了 那就是防耳汗的 但是我在想 耳有多少汗呢 不如你防耳油好過吧 其實我想試一下 戴上去看看那個感覺會是怎樣呢 這隻呢 主要是入耳式 還有它入了耳道裏面之後呢 也都是好像以前那樣 是掛在耳朵上的 所以呢 理論上應該沒有耳前 其實以前那隻呢 都不容易跌的 但是現在這一隻呢 會更加難去跌出來 這隻入耳式呢 是需要一些時間適應的 但是你適應了之後呢 你又會覺得它隔音隔得好 還有它有抗噪音功能 那另外呢 如果你觸摸耳病 用力按壓著它的話呢 它會有一個通透模式的 通透模式就是 你聽到外面的聲音 那就不用等你 譬如過馬路啊 或者是坐車的時候呢 就不會跳站了 這隻Pro和第二代呢 其實都是用藍牙5.0的 所以它們通話的音色呢 應該大家都是這麼清晰 總括來說呢 這一代Pro呢 除了營仔了之外呢 其實它的功能呢 不外乎都是防淺水啦 有抗噪音啦 那如果不是太介意外型的朋友 而你又用第一代或第二代的話呢 我就不會建議更換了 如果你是從來都沒有的 你從來都沒有擁有過真無線耳機的 那這一隻呢 我也覺得值得入手 記住 11月底訂閱我頻道的朋友 我會抽獎 這一個開客的示範機呢 我是會送給大家的 多謝各位